姐 咱能等着人吗 哎呀肯定能 真的有这样的洒子吗 放心吧 肯定有 哎呀 会挨骂的吧 准备道歉吧 反而咱们这种组合 要随时准备 向没有游戏体验的敌方道歉 有被对不起死命的 让你失去了大龙的快乐 失去了游戏的体验感 真的对不起的呢 姐呀 这招太好用了 那必须的 他们丢了个小龙 肯定要打大龙 咱们就蹲在这个草丛里 来一招故技重施 那还能好使了吗 能 不是 你想想开局的时候 在草丛里直接就拿了刘备的人头 中路就阴导了王昭君 刘备还敢一个人拿小龙 说明他们家刘备 就是一个傻子 而且这次听我仔细安排一下啊 仲葵跟我们在草丛里 如果龙坑里边是刘备一个人 就直接给他勾出来 李元芳在我们周围勾引一下敌方 万一人来得多了 他们放松警惕 咱们把龙一举拿下 再顺手拿一个小小的腿面啊 咱们这个组合就是 无赖中的无赖 流氓中的流氓 姐太厉害了 这都是我的常规操作 玩游戏最重要的就是细节 姐 孙上香怎么打到咱们家上路去了 正常 他们家都让咱们打成这样了 当然得偷塔了 刘备跟孙上香在一起呢 这也正常 估计是为了拿大老板他们两个做掩护吧 姐 他们都打到家里去了 哎 快 回家 他们怎么不让套路出牌 不要脸 快清明信 姐 咱家塔一个都不剩了 就剩个水晶了 没事 别慌 听我的 来 先在这个草丛里蹲好 然后静静等待一个有缘人的出现 都什么时候了 还蹲草 跟我上 哎 哎 哎 你们打仗怎么不讲章法啊 排团得有战术 喂 你们等等我呀 an enemy an enemy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victory 姐 赢了好像没咱们什么事儿呢 哎呀 管能多干啥呀 赢了就行呗 今天要不要着急 autonomy 婚活 女神 婚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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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婚活